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 李开复曾说 千万不要放纵自己 给自己找借口 对自己严格一点 时间长了 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生活方式 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 谷歌有位高级工程师叫马特卡茨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30天改变的计划 每天做一些之前未能坚持的事 比如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每天步行一万步 每天拍一张照片 写一本五万字的小说 不看电视 不吃糖 不玩推特 拒绝咖啡因 可以说这份计划充满了挑战性 做不到自律的人势必无法完成 但马特坚持了下来 30天后 昔日那个肥腻的宅男工程师不见了 他开始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骑自行车去工作 甚至完成了在非洲最高峰屹立马扎罗山的远足 心理学家曾总结过这样的规律 自律的前期是兴奋的 中期是痛苦的 后期是享受的 但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人都在自律的中期 痛苦期徘徊太久 以至于把痛苦当作是自律 而当你自律到极致 你会发现 自律能够带给你发自内心的平静和享受 因为你知道 自己在一天天的改变 自律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 少有人走的路里有这样一句话 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 乃是自律 缺少了这一环 你不可能解决任何麻烦和困难 很多时候不是优秀才自律 而是你自律了才会变得优秀 你为什么不自律 为什么自律的人生可以像开了挂一样 但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做得到 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 不能全部都要 就像你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 健康的身体 你就必须和垃圾食品说再见 你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就像你想要成为学霸 拿到奖学金 那设有半夜三更玩游戏 谈恋爱包电话周 你就不能如此放纵 就像你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那你必须在工作之余的时间 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社交聚会你要适度拒绝 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你必须有所放弃 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 十分厌恶损失带来的阵痛感 一个人得了两千元钱和丢了两千元钱 对内心的冲击哪个更大 显然丢钱冲击更大 真可谓相同得失不同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 同样的得失 失的影响的是得的两倍 由此看出人对损失更敏感 这就是损失厌恶 基于这样的一种本性 很多人不断被他牵着鼻子走 于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垃圾食品 一边幻想自己拥有八块腹肌 一边每周出去KTV消费 一边希望自己能够在三十岁前实现财务自由 知乎上曾经大热过这样一个回答 既然整天不思进取 浑浑噩噩 没有半点目标可言 就不要做什么英雄式的梦 好好的干于平庸 既要前程伺紧 又要毫不费力 你咋不上天 年轻的时候我总以为什么都想要 到后来才发现真正厉害的人懂得为人生做减法 知道哪些东西不该要 哪些东西即使拼了老命也要去争取的 自律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自律这件事情不仅仅局限于肉体或者是时间 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修正和改变 只有思维转变了 才会从时间 精力 情绪和身材各个方面都形成自律思维 需要和自己的天性做斗争 对自己的欲望节制 那么如何做到自律呢 毅力如何培养自律的习惯书中介绍了三种方法 分享给大家 一 设立具体目标 坚持无一例外原则 一旦给自己下了绝对不破例的原则 就不要再把能量花在一遍又一遍 无休止的自我纠结上 蔡依林从不吃任何有油的食物 甚至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吃过米饭 杨丽萍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蹈 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刘德华为了保持身材 几十年来都保持着每天一杯酸奶的习惯 一旦你对某件事情百分之百地投入 那就不可能再有例外 事情已成定局 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放纵如山倒 自律如抽丝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放纵 对自己严格一点 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 原则 二 一次只完成一项任务 不要过多地消耗毅力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 许多人会一次性给自己定下太多目标 比如半年内练出马甲线 考过某某考试 看五十本书 看每句不需要字幕 然而毅力就像人的肌肉一样 会产生疲劳 同时接受太多挑战 通常无法坚持下去 你在一件事上用的意志力太多 不等它恢复 就投入下一件事 那么肯定会疲惫不堪 注意保存你的意志力 以便在最需要的时候使用 三 把挑战分解成小而易于管理的目标 太多人幻想着能够一蹴而就 一夜之间达成目标 当完成一个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很长 难度很大时 许多人容易半途而废 这个时候需要学会对任务进行分解 通往目的地的道路 是由许多细小的易于管理的步骤组成的 不要总想着必其功于一意 慢一点 稳一点 关键在于把大目标分解成易于消化 循序渐进的小目标 自律 人生自由的必经之路 以前总觉得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 人不风流往少年 直到后来我渐渐发现 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 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 长期暴饮暴食 缺乏运动 会让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代价 熬夜打游戏 刷手机 带来的是第二天的无精打采 浑浑噩噩 没有目标得过且过 会让你迷失方向 日渐空虚 设计师山本耀司说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 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 实现的更为广阔的人生 我要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 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 不要做欲望的奴隶 自律可以令我们活得更高级 成为自律的人 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或许碌碌无为 安于现状的人 或许是破罐子破摔 能不死就好 或许是为现状焦虑 却没有毅力去改变自己的人 不知你是否发现 大多数人空有一颗想要求好 上进和努力的心 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活得敷衍 潦草 不自律 于是我们一边痛恨自己 总是这么拖延和懒散 一边又纵容自己 却贪念于当下的满足和安逸 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自律的三个层次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知乎上有一个数百万人关注的热门帖子 自律带给了你什么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 自律者出众 不自律者出局 很多人的状态是间歇性自律 持续性懒惰 一时的打鸡血没什么用 长久持续的自律 才能解决人生的大部分问题 自律确实很难 能做到的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 第一层 自律的人都不愿意过得太舒服 真正想要变好的人 都会不停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舒适安逸的状态 每个人都喜欢 但小心 这或许也是一个陷阱 让人陷入到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生活开始停滞下来 我的朋友起初在一家银行坐着基层岗位 年近30岁 渴望人生有更大的突破 于是他决定用空闲时间考公务员 工作很辛苦 经常忙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看书复习的时间很少 而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 他只有闷头 孤注一掷的努力 晚上雷打不动的学到凌晨睡觉 早上5点起床 坚持复习了三个月 只有亲眼看到他的状态 才知道他的决心和毅力有多大 最终他上岸成功 是所有考职位比试面试的第一名 是成为去年那个部门里招的 唯一一个公务员 自律的开始都是痛苦的 没有人轻轻松松 就能拥有开挂的人生 过程里必须充满了孤独的坚持 付出和不被人理解的心酸 当你想让自己过得不太舒服时 恭喜你 你的人生会发生更多变好的迹象 演员邓超因为综艺节目奔跑的兄弟 打开了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知名度 但在演戏上 他更拼命 敢吃苦 自律 才赢得了大导演的青睐 拍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赢》 他一人分饰两绝 为了进入角色状态 达到导演的要求 他在拍摄期间 瘦了二十斤 每天跑步 锻炼 忍受饥饿 整个人都受脱了像 连孙力都心疼地说 邓超你别再瘦了 突破自己的局限 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自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孤独中坚持 在煎熬中努力 方有成事的一天 当你无所事事 整日刷手机玩游戏 总有人是在读书 练字 做运动 有人开始与日俱进 有人却依旧停留在原地 水落石出 谁被搁浅在岸上 一看便知 就像朱喜说的 不奋发 则新日颓迷 不减数 则新日滋思 所谓自律 不过是一种 对于快乐与欲望的自我控制 是积极而主动的人生态度 一劳永逸 的确仍然称赞 但颓废的人生 也自此开始 一个人一旦明白事理 首先就要做到 奋发而有节制 那些比你优秀的人 都还在努力 你有什么理由 抽搐不前 不论什么时候 什么年龄 只有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 才能时刻保持清醒 拥有开挂的人生 第二层 自律的人都有明确的欲望 什么是自律 有一位作家给出了定义 自律就是有目标 有方向 积极主动地做事 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 最终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每天叫醒自己的 不是闹钟 而是梦想 当你真的想干成一件事 有成功的渴望 有变强变好的欲望时 自律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不是被动要做到的 资深职场人士刘小光 曾分享过一个案例 他认识一个在西门子的高管 成长起点非常低 中专毕业 因为家境不好 一开始在工厂工作 补贴家用 不甘心自己的人生 就只能在工厂里给人打工 他就一边做工 一边看书复习 考上了自考本科 后来又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 期间在学校自学英语 通过了上海的高级口译 刘小光说 这些都是他一边打工 一边艰难实现的 这种自律和对时间效率的把握 堪称变态 不要说没有时间提升自己 或者努力太苦了 不管起点有多低 保持一种向上自律的精神 付出努力 不把及格线当终点线 就会不知不觉 在同龄人里脱颖而出 有句话说得扎心 但很中肯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自律是改变痛苦最重要的方法 通过自律 在面对问题时 我们才会变得坚定不移 并能从痛苦中获得智慧 第三层 把自律变成习惯 就离成功不远了 一时自律不难 难再长久坚持 当自律成为骨子里刻下的本能 生活就会发光 杰出的作家弗兰克林说 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 谨慎诚实的人 抱怨命运不好 良好的品格 优秀的习惯 坚强的意志 自律的精神 是不会被所谓的命运击败的 所有人的成功都有迹可循 作为一个能坚持 二十多年写作的畅销书作家 村上春树 一直过着几度自律的生活 自从1982年起 他固定在每天早上五点前起床 服案写作几个小时 然后出门长跑 三十几年从未间断 村上春树说 长跑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训练 通过跑步养成自律的习惯 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在做其他事情时 运用自律就变成了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何让自律变成一种习惯 自控力给出了很有用的三招 一 延迟满足 没有延迟满足能力的人 很难拥有自律能力 因为自律就意味着 放弃眼前的享乐和舒适 却为了一个远处的目标而努力 即使行乐 看似得到了暂时的快乐 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目前的努力 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回报 会让我们更好的投入当下 二 计划不能很满 没有弹性的计划 通常坚持不过三天 养成有效的自律 开始不能贪多 比如用一百天 就做跑步这一件事 从一天走十分钟 到一天快走三十分钟 再到每周跑步三次 循序渐进的努力 是为了大脑适应变化 三 给自己激励 持续正向的反馈 是一种长久的激励 自律一般分成三个阶段 前期是兴奋 月月欲试 中期是痛苦忍耐 甚至是平静期 当自律让生活发生好的变化后 自律的后期就变成了享受 在过程中给自己激励 就会坚持看到后面 那个巨大的奖励 有些东西 别人是抢不走 拿不走的 比如思维 身材 自律 作家王兴说 你所看到的那些惬意 闲适 无拘无束 不受金钱困扰的慢生活 其实都是人生 给予自律的奖赏 是生活某一个甜美的瞬间 并不是全部的日常 别让自己过得太舒服 有明确的欲望 让自律成为一种 长久坚持的习惯 不要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是自律带给你的选择权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